嘿,我是NB大熊Muchbear 今天呢,是大熊歐伯伯的系列啦 那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是扭蛋 然後呢,目前呢 有兩顆呢,這個是之前扭的東西 那這個比較舊 然後翻箱倒櫃翻出來 然後看到有想說 那來開箱好了 因為原本是想說收折跟以後人偶有需要的時候再打開來用 那這一顆呢,是這個 這個,因為是比較舊 然後好像是當時 不知道是扭蛋店還是怎樣,那麼很可能 拿出來,然後要賣,然後裝成一袋 然後有另外裝 然後之後呢,後來才又裝回扭蛋 然後讓人家扭 因為這個是有點類似那種 初清扭蛋的時候扭到的東西 這個是一個小草帽 登登 戴著 給人偶帶 不過有點不太穩 所以最好是 給那種就是要放在櫃子裡面 白色的 的小人偶帶 會比較OK 那這個帽子呢 啊啊啊 那我們另外一個呢 是我 覺得 我可能在一些 拍攝一些 像 我有的時候頻道會有 那個知道什麼啊 頻道會有那個就是 近拍啊 或者是旋轉台啊 或者是照片在拍攝的時候呢 可以用到的小道具 它也是一個扭蛋 那這個扭蛋呢 它有這些顏色 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有到底是哪一個顏色 我們來打開來看看 它是什麼顏色吧 因為它還沒有開 我也不知道它會是什麼顏色 它後面這裡是一個小磁鐵 可以吸在 像是冰箱啊 電腦主機啊 或者是說你的模型櫃呢 裡面有 金屬的 底板也可以吸在上面 來囉 要開囉 這是什麼顏色 藍色 藍色 是藍的 喔而且亮 亮爆 如果之後拿來拍攝人偶的話 應該還不錯 這個呢 我只有扭一個 因為我不確定說到時候 拿來拍攝模型或什麼的 顏色會不會使用 因為其他顏色有一些怕說 實用性不太夠 怕拍起來會有點違和 那如果有人扭的話 也可以來跟我分享一下 你扭到什麼顏色喔 然後再 或者是附個照片給我 讓我看一下也不錯了 Pokemon系列 直接打開來看比較快 那第一彈我沒那麼愛 因為第一彈的Pokemon 比較基本的 御三家系列 可是第二彈呢 因為有 一個我超級想要的東西 所以我才會去扭它 要不然第一彈我完全沒有扭 第一顆呢 是這個 皮皮 那可以像是這樣子 就是擺一大堆 然後就是 放在你的那個櫃子裡面 然後就是 讓他們排排站 排成一排這樣 還不錯 它裡面有這些 墊墊皮卡丘 然後夢幻 然後少女皮卡丘 皮皮 就是我這一次轉到這一顆 然後百變怪皮卡丘 跟可達鴨 我最想要的 一定是這一隻 百變怪皮卡丘啊 我才沒有特別喜歡夢幻的 第二顆 哇這顆顏色好像一樣 這一顆 哇一樣是皮皮耶 那就讓我把它裝回去吧 那我們來開第三顆 藍藍的 這隻是墊墊皮卡丘 墊墊皮卡丘好可愛喔 他臉旁邊也有小小的 在腮紅旁邊有小小的閃電 可以像他們這樣 排排站 站成一排超可愛的喔 因為我朋友有買 他有買第一彈的站成一排 超可愛的 然後最後一顆呢 是這個 登登 而且這一顆是我最愛的 其實那個皮皮的重複啊 我有點小心機啦 因為 當下我原本一直很想要扭這個百變怪 然後我後來扭到了第二隻的墊墊皮卡丘 那旁邊有一個女生呢 他就扭到了重複的一隻皮皮跟一隻百變怪 那我就想說 他可以拿百變怪的話 如果可以跟我換的話 我願意就是跟他換 所以後來呢 我就是拿東西跟他換過 就是收了一隻皮皮 不過還是得到我最愛的百變怪皮卡丘了 百變怪系列的臉都超有吸幹的 我好喜歡百變怪系列的角色喔 這隻皮卡丘超棒的喔 超可愛 好喜歡喔 就為了這一隻 這一組我轉成這樣 就只為了這一隻最愛 前面那兩個就是 草帽還有那個燈的話 好現在應該很難找了 不過我應該會想辦法去把燈找到 然後呢 這個排排站系列應該還有 因為這個都還蠻新的 這是我這幾天扭的 所以現在應該都還蠻憨 外面都 如果沒有被轉完的話 應該都還有 然後今天的放鬆事故超級多 煩耶 那我們今天大雄喔伯伯就到這邊喔 如果你們有買了一些什麼 瞎買的東西啊 也可以 來跟我說 說不定我也會想要去跟著蝦馬一波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訂閱按讚以及分享出去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